如果你要告訴一個30多個男人 他就是神神的神 他會相信你 從頭上開始 我會拿到這個 科技圈上演的連續劇 從來不會讓人失望 從惡邪女版賈伯斯的醫療騙局 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機會 嘗試保持在紫磯沛街上的世界代 到尼古拉電動車的吹牛 有兩人在這個世界 認識EV比其他人更好 那是伊朗和我 矽谷好像每年都在為好萊塢寫劇本 WeWork 則是另外一家像惡邪一樣胡鬧的新創公司 主要的業務是辦公室租代 但是口若選河的創辦人 就可以把它包裝成一個 即將改變世界的科技公司 你明白我們要改變人家的方法 和人家的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 改變世界 WeWork 甚至曾經是最有價值的私人新創公司 估值還高達470億美金 卻在股票準備上市的短短一個月內 近乎破產 這一齣科技圈愛不釋手的狗血劇情 已經被翻拍成影集 今年就會上映 WeWork的 role is to elevate the world's consciousness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WeWork的奇幻旅程 這一切的開端 都要從WeWork的共同創辦人 Adam Newman說起 1979年出生於以色列 父母在7歲的時候離婚 之後媽媽就帶著他不斷的搬家 接觸不同的社群 甚至還住過嬉皮公社 這樣的成長經歷 讓他對人際關係有著深刻的體悟 高中的時候Adam就成為一個帶動氣氛的高手 走到哪裡都是全場注目的焦點 他的老師曾經這樣評價他 Adam以後不是成為一個億萬富豪 就是淪為階下球 2001年的時候Adam搬到了紐約 目標當然是要成為一個億萬富豪 他先是創立了Crowlers 賣的是嬰兒服飾 那是為了嬰兒服飾 所以他們可以有肩膀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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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在家裡感到不適應 遇到Adam的時候 Miguel對自己建築師的職業生涯有點困惑 他們兩個剛好在同一棟大樓裡工作 在一個party上認識 個性完美互補 Adam外放 Miguel內斂 兩個人很快的就成為好朋友 有了共享辦公室的靈感 創辦了WeWork的前身GreenDesk 說服房東讓他們把大樓裡閒置的空間 改造成辦公室空間租出去 當時品牌主打的是環保愛地球 但是就這麼剛好歪打正著 08年的金融海嘯剛結束不久 很多失業的人轉向自由業 中小企業也不想被長期的租約綁著 GreenDesk自由的共享辦公室 剛好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兩位創辦人很快的就發現 吸引大家來GreenDesk的 不是什麼環保愛地球的口號 是GreenDesk實體共享辦公室 提供的人情味 今天作為GreenDesk的議員 你的公司有法律方面的問題 沒關係 坐在你旁邊的人 可能就會是一個律師 而明天坐在你旁邊的人 可能會換成一個平面設計師 有什麼事情 都可以直接去請教辦公室裡的鄰居 在那些社會中 人們都好像被迫使用 幫助其他人 當你有一個商業的社會 建立在這種法律的標準 大家都會更加成功 Adam和Miguel覺得自己發現了成功的秘密 於是把GreenDesk的股份賣給了房東 捨棄環保愛地球的這個品牌形象 決定重新打造一個提供社群和歸屬感的共享辦公室 WeWork 在2010年成立於美國紐約 營運業務是為自由業者、新創公司 甚至大型科技公司提供辦公場所 至於網路、家具、會議室、印表機 正常辦公室該有的東西他們都會提供 但這些都不是WeWork最大的賣點 WeWork主打的是重視社群的共享辦公空間 什麼意思呢? 聽起來很抽象 但是具象化起來 就是提供一個開放式的設計空間 WeWork的辦公室 大多有大大的落地窗、文青的植物 為了要效仿矽谷科技公司舒適的辦公環境 吊床、沙發、桌球都是必備的 還會提供免費的咖啡 咖啡豆也絕對是來自那個城市最受歡迎的咖啡廳 啤酒也是喝到飽 也一定是當地有水準的精釀啤酒 每個禮拜一的早上還會提供免費的早餐 每個月也會辦Party讓租客們互相認識 其實我出社會以來 任職的公司一直都是WeWork的會員 同事之間都會開玩笑地說 早上一定要喝兩杯以上WeWork 投資人贊助的咖啡 晚上走之前也要喝杯免費的啤酒 在線上社群媒體 逐漸暴露現代人的心靈空虛 WeWork巧妙地把線下的共享辦公室 包裝成一種親密的群體 不可否認的是 當你每天在那樣的環境下工作 身邊都是年紀相仿 而且為自己奮鬥的人 你很難不被那個氣氛感染 就像是一個團隊的群體 除非你的辦公室建設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現象 基本上只要你是做新創公司的 就會把WeWork當作開啟一切的基地 我們的朋友們都在做技術工作 他們都在WeWork 我們甚至沒有考慮任何其他工作室 想起的是 如果你有技術工作 你希望它成功 你會在WeWork 但是就算如此 WeWork基本上就是一家房地產租代公司 租一棟大樓、分隔、然後再出租 但Adam和McGill堅持說他們是一家科技公司 公司的願景需要改變工作的型態 Adam甚至誇下海口說要改變世界 現在派對結束了 大家酒醒了 都認清WeWork的本質 不過是一個惡房東 但是在當時 所有投資人 都像是被Adam一個一個灌醉了一樣 相信了WeWork精心策劃的錯覺 把鈔票大拔大拔的砸向WeWork 真的要說WeWork有什麼成功的秘密的話 大概是Adam邪教教主般的特質吧 是因為我們做得更多的事情 在創立WeWork之前 2008年時 Adam遇到了她的真命天女 Rebecca Paltrow 她是Gwyneth Paltrow的一輩子 Rebecca覺得她命中注定要和Adam在一起 相信自己可以旺福 要幫助Adam找到人生的使命 她說 找到你的熱情 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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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會有最好的事 我必須說我做了所有的事 Rebecca我只想說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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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之後 Adam一直覺得自己的任務 就是要拯救世界 如果我們做好工作 然後我們找到真正的家庭 在這個社會 我們可以醒來一天 說我們想要解決 孩子沒有父母 我們可以贏 然後再做兩年 然後孩子有害怕的情況 然後我們可以去世界的煩惱 我們可以去世界的煩惱 我們有很多項目 我們可以在一起 我們可以掌握任何事情 我們在心想 Adam的個性本來就很浮誇 又喜歡開Party WeWork每年都會舉辦幾天幾夜的狂歡節 人工都像一家人一樣飲酒狂歡 圍繞著營火唱歌跳舞 而Adam經營企業好像也比較開Party辦理 在會議上搶灌別人龍蛇燃烈酒這種事情 對員工而言也是見怪不怪了 但是就是這樣的個性 Adam也吸引了很多狂熱的信徒 早期加入WeWork的員工 都有著We over me的使命感 WeWork 不只是一份工作 很多人深深地相信Adam將會帶著他們一起改變世界 在旁人看來 使命感算什麼? 使命感可以取代薪水嗎? 還真的可以 曾經在WeWork正職的資深律師透露 這些追隨Adam的年輕員工 薪水大部分都偏低 是這份使命感 讓他們願意工作到深夜 也不求一份加班費 Adam讓員工在開放式辦公室工作 大家擠在一團 因為這樣才有一起奮鬥的感覺 可是轉身走進他自己的辦公室 卻佈置得跟皇宮一樣 他還用公司的錢買下私人飛機 載著朋友飛往以色列 在飛機上呼馬 結果落地後被機組人員發現一盒塞滿大麻的賣片盒 機長發現自己好像不小心成為了走私犯 在以色列會被處理急刑 只好馬上返航 在用人這方面 Adam喜歡給身邊親近的人更多機會 甚至會大肆炫耀自己的裙袋關係 公司的文件裡面還寫道 如果Adam不幸過世了 要讓他的老婆指定下一位CEO 他還申請很多家公司 大買不動產 再租給WeWork收租金 完美地教大家什麼是利益衝突 更誇張的是 WeWork在2019年的時候改名為The We Company Adam提早用另外一家公司的名義 把The We Company的這個名字註冊走 最後WeWork為了這個名字 付了Adam590萬美金 這樣的人還可以問做CEO的寶座這麼久 董事會也都沒有阻止他脫序的行為 是不是讓人很想要問 WeWork家裡難道都沒有大人了嗎? Adam之所以可以這樣為所欲為 是因為他的背後有一個教父等級的金主爸爸在撐搖 這個人就是日本軟體銀行的孫正義 他曾經押對保 成為阿里巴巴首批的天使投資人 隨著軟體銀行的股價波動 還短暫地當過世界首富 孫正義 是號稱世界上最具眼光的創業投資人之一 是他手上的願景基金 還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創投基金? 100億元? 那是一個資金的資金? 那是很多 願景基金最大的資金來源 是最近幾年正義不斷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出 在一小時你誠意他要投資45億元? 不不,這不是真的 OK 45分鐘,45億元 孫正義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個性張揚的創業家 他最傳奇的一筆投資就是靠著直覺 早早入股阿里巴巴 馬雲當時沒有商業計畫 也沒有收入 但是他的眼睛很強 很強的眼睛 很強的眼睛 他在Adam的眼裡也看到了相同的閃光 無所畏懼 執意要改變世界 兩個人第一次見面短短的30分鐘裡 孫正義馬上草擬了一份零食合約 承諾向WeWork投資44億美金 Adam事後表示 這筆投資看中的不是WeWork的財務表現 而是他們的活力和精神 孫正義在會議裡還問Adam 智者和瘋子比賽 社會贏 Adam回答道 瘋子 孫正義竟然跟他說 沒錯,但是你還不夠瘋狂 他會不斷地鼓勵Adam 不要畫地設限 當Adam預測WeWork幾年後的市值 可能會長至100億美金的時候 孫正義會教訓他說 你這樣的野心不夠大 要以10兆為目標 當你的金主爸爸這樣鼓勵你 你大概也會相信自己就是天犬之人 Adam誓言要透過WeWork 讓世界成為一個緊密相連的社群共同體 《華爾街報》報告說 《Softbank》 日本投資公司 考慮你公司 在你的公司 是正確嗎? 我可以說到這題目的 但這就像大數目 那會很棒 那會很棒吧? 很棒 很棒 拿到錢的Adam 馬上開始閃電擴張 到了2018年年底 WeWork已經在全世界超過100個城市 擁有425個據點 Adam花錢不只花在共享辦公室這個本業上 他開始拿金主爸爸的錢 來擴張業務範圍 自己也當起了天使投資人 四處砸錢給和辦公室沒有任何關聯的新創公司 他的野心不甘於當一個惡房東 而是要把WeWork品牌重新定位成The We Company 既然大家都在一起工作了 何不從WeWork延伸到WeLive Adam開啟了大人版的宿舍 也讓他的老婆開始參與更多公司的業務 開設了We Grow 要打造一個新世代的教育體系 我最年輕的女兒在肯定期間 我們開始在紐約和西亞洲的學校 我沒有找到一個地方 會增加她的精神和心 她的自信心甚至膨脹到去拜訪馬斯克 希望可以一起合作 由他來負責打造火星殖民地的居住設施 馬斯克的反應當然是傻眼 這個不切實際的嬉皮到底是拿來的 錢這樣子花 遲早有一天會花完的 WeWork每遭受一個新的客人 平均要花費5200美金的成本 而她本質上是一間不動產租代公司 並非憑空創造價值的科技公司 閃電擴張使她不斷地燒錢 但不動產的維修和保養成本又很高 WeWork擴張太快 常常硬體設備都還沒有調整好就開幕了 導致會員抱怨連連 沒有關係 只要有錢沒有什麼事情是解決不了的 孫正義和Adam私下達成一個秘密協定 軟體銀行將會不斷增加WeWork的投資部位 一直到100億美金 而且還會再花100億美金買下Adam以外的持股人股份 總共200億美金將會讓軟體銀行 成為WeWork的最大股東 有了這個協議 Adam花錢的尺度也越來越大手大腳 但是2018年科技股大跌 軟體銀行的股價也跟著被影響 孫正義只好跟Adam表示 將會放棄這個秘密計劃 孫正義的軟體銀行 已經是一家科技新創公司可以找到最大尾的投資人了 所有人都知道孫正義有的就是錢 現在開始突然不給Adam零用錢了 大家都開始質疑 難道WeWork的營運出了什麼問題嗎? 在軟體銀行的投資下 WeWork的估值高達470億美金 Adam的身價這個時候也高達130億美金 現在由社入檢難 Adam要去哪裡找到更多資金來撐場面呢? 他把目標轉向股票市場 WeWork一直準備好 2019年8月14號 WeWork自信滿滿地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提交了IPO招股說明書 希望以470億美元的估值上市 這麼高的估值 全世界的分析師都拿著放大鏡 檢視WeWork的財務狀況 這是WeWork從2016年到2018年的營收和盡虧損 從這裡看來 WeWork不斷沒有盈利 虧損還有不斷擴大的跡象 在分析師看來 它感覺比較像一個紙幣 寫成為一個紙幣 寫成為一個紙幣 比一個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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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成為一個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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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Work的估值被一減再減 從做一開始的470億美金 砍半 再砍半 甚至到了100億美金 不斷地退讓下 WeWork還是沒有得到分析師的認可 如果估值再砍 不僅孫正義投資 WeWork的本金收不回來 面子也保不住 同時 Adam荒唐的事蹟 終於開始曝露 WeWork董事會 開始回收他和他老婆的權利 在軟體銀行 和其他外部投資方 不斷施壓下 WeWork正式宣布 取消上市的計劃 原本股票要風光上市的WeWork 在短短的一個月內 就差點破產 但幕後強大的資本 當然不會讓這樣的慘劇發生 軟體銀行為了止血 提要用95億 換取WeWork團隊八成的股權 但是Adam可沒有輕易放手的意思 最後 軟體銀行和其他投資方 還花了17億美金 讓Adam辭退CEO的職位 至於Adam的金主爸爸 孫正義 他在軟體銀行的財報會議上 附近請罪 他說 從很多方面來看 我的投資判斷非常糟糕 對此有著深刻的反省 甚至承認最大的錯誤 就是看錯了人 經歷了2020的疫情 WeWork的生意更是七七殘殘七七 軟體銀行這時候表示 由於WeWork面臨各項刑事和民事的訴訟 加上疫情的影響 打算要停止之前提出了股權收購計劃 Adam因為拿不到他的那一份錢 正式向軟體銀行提出訴訟 兩價錢 简直至三百五十五十六十百円 一張公司 這是從中斤的影響 時的意見 我們要整理一下 在問中的金額 這是詞的意見 現在等待在這裡 中斤的意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